欢迎收看本节目 正在增强 梅西的父亲上周与卡塔尔方面有过会面 梅西父亲在燕斯发文来澄清梅西与巴黎的转会传闻 这是假新闻 我从9月开始一直在阿根廷 个人观点 梅西东窗加盟巴黎的概率不大 因为梅西合同中含有一笔金额不菲的忠诚奖 梅西再熬半个赛季就能拿到 同时明年夏天可以自由转会离开 梅西在转会谈判中会更有力 虽然梅西父亲澄清与巴黎的东窗转会传闻 但梅西可能的下家并不多 而巴黎和曼城是最可能的下家 欧冠八分之一决赛巴萨对阵巴黎 这会很有趣 到底是内玛尔面对老东奖 还是梅西去见新东奖 相信明下一切皆有答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